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号到今天31号 儿子已经失联3天了 全爸爸他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就到警察局来报案 警察听完后 马上就派人到了全市夫妻的公寓 敲了半天的门 却无人回应 过了三年 韩国警方在2019年3月11日宣布 又将这几案件调查到底 并相当罕见要求所有的媒体公开这对夫妻的照片和真实年龄 直到今日四年来 韩国警方没有放弃追查 并向社会发起呼吁 希望能够借助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找到这对夫妻 因为影视知道崔氏怀孕后 想起他去世的女儿 所以开始计划要杀掉崔氏 回国之后还是有跟全市联络 或许影视有公寓的钥匙 可自由进出公寓大楼 并测试监控盲区 崔氏当天回到家之后 其实影视已经在家里埋伏等他了 并用威胁性的方式将崔氏杀害后 等待全市下班 一起处理崔氏实体 或许他现在就在韩国的某个地方 以上是我的案情猜测 好啦 今天的案件就说到这里 关于这个事件 你们是否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谢谢你们的聆听与收看 我是Mio 我们下次见 拜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